立委你好 我之前有看過你在立法院衝突中 被勒脖子的畫面 可是大人又常常跟小孩說 不要打架 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照片 勒脖子的时候 我听说有一个 就此有个封号叫贝勒爷 贝勒爷 贝勒 是怎么回事呢 完全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这个是在第一年 第一个会期的 那时候应该是行使监察院长 同意权 然后我们做抗争 那民进党的委员 想要把我们从主席台上排除 才能够开会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对我来讲 我其实不是很想要说 这个画面持续被 那个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怕给大家不好示范 因为这个其实是相对危险的 如果说你在学校 或说任何地方 有从后面勒脖子的话 其实容易造成意外 对 那后来勒我的人叫吴秉瑞委员 他也跟我有道歉 然后我们在这个双方总召见证之下 那我也同意原谅他 但是我原谅的并不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是原谅说他那时候跟我说 我致歉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 这种画面是绝对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最主要是 攻防再怎么样 应该是能够说服理由去说服别人 那如果说都是要变成是比拳头 而不是比论述理由主张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国会一定就会被大家讨厌 经过这一次之后 你自己有心理创伤吗 就会变成说有这种场合的时候站远一点 没有 但就是之后健身啊 你看我现在 在秀出那个照片 再来啊 而且你看旁边那个高佳余的表情 他就 好可怕我快走 那个是真的 那一次是真的蛮 蛮激烈的 是有火气的 有火气 我只能跟大家证实 这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有时候是为了媒体镜头会比较激烈 但这一次真的 这一次真的蛮 因为那个时候第一届 第一个会期 大家其实还没有那么熟 然后在那时候疫情期间 大家也没有什么私下交流的 机会 所以又遇到了那个冲突 然后那时候我们记得 我们在立法院睡了四天还五天 然后大家都没有睡好 你知道火气比较暴躁 然后突然间就 就这样人与人的连结一起 所以下一次看到我那健身照片 大家过来啊 相对的 所以有没有想要把 曾经想要把吴秉锐先生的脸 印在你的沙包上面 回到刚刚那一题了 还好 真的 还好 对 因为我相信 如果我说再来一次 他恢复理智 他应该也不会做这个动作 还说想要以霹雳手段 行使菩萨行程 对 下次换我霹雳他 好 这样可以吗 接下来 下一个